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压力 压力肯定是有一点的 但我觉得我还好压力没有很大 因为我觉得看了剧本之后 就发现跟电影差别蛮大的 它可能会更多面 50级你想一下 对 50级 它不仅仅是一个王妃 它刚开始是图安公主 然后后来跟小川中间有一段感情 然后又嫁到大清做了王妃 它身负着很多很多个角色 这样的我们今天把这个神话的片花 拿到现场 我们先让大家先个围快好吗 好 曾经的那笔小川 她深深地爱着运输 永远永远都不会改变 可是梦依 她不能爱丽妃娘娘 这也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我们更幸运 RAO 我们更无法改变 Thirty 你还一直在的 我对说 我们现在的 writing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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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啊 哎呀 太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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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来啊 来扎我啊 来咬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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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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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神经啊 哈哈 哈哈 那个就是我在片场经常自娱自乐啊 因为累嘛 太累了 累的时候就是让自己高兴一下 对对对我刚才跟白冰说了 我说我特别能体会到就是我们一累累到最后已经神经巴拉了就是就跟神经病一样那就是一种减压 那我刚才看到白冰那个扮古装的那个扮相特别漂亮 谢谢 对 对 因为我知道她那个你看我们说的这个神话的选的你主角放了九美之相要 唇红齿白 眉长眼眉 语不见媚 对 你看 这个 不好意思 哎 你是听说你才刚毕业两年啊 一年 那她运气也算很好啊 对不对 你刚才说你毕业的时候不让你觉得你不适合演古装戏 你觉得白冰的相貌反而是特别特别古装的感觉 我们中场的全都是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些戏 其实两个人根本就不了解不认识 嗯 那怎么死去活来啊 我觉得那个安排上也的确是有点有点不合理 就刚刚上来应该演一些就是比较轻松的戏 但是一上来就演那种生离死别呀 对呀 然后爱得死去活来 然后动不动就说什么你是我的全天下 哇这样子 你们俩笑场的吗 笑了 然后她就管我叫全天下 全天下 对 所以在这个戏里她外号还蛮多的 我觉得第一次就可能是因为这句台词 就你是我的全天下 我觉得太肉麻了 就怎么说得出口 结果她就叫全天下了 但你是毕竟是新人嘛 就像她说的眼睛里还是刚刚毕业 还没有那么成熟的 你觉得没有问题 对这种经历的驾驭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经验 就觉得哎呀 反正自己刚刚开始嘛 就听导演的话 导演说什么样 我就好好努力演 就想的会比较简单吧 而且我又不是学表演专业的 再演我也不知道什么技巧啊 其他的也不太多 那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是在西北政法大学读国际法专业 我的天哪 国际法专业 哎 只能说明这个运气太好了 你们都 对 其实刚刚我听到的 你说大二签约的嘛 我跟他也一样 也是大学二年级后期签的 但是就先上学了 但你根本就没想着要 本来是学法律 根本没有想 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 同学们 我们都不要放弃啊 对 不管是学什么的 都有可能被签约 是 那你第一次见到胡哥 什么印象 跟我说一说 我第一次见到胡哥 其实是在北京是吗 北京然后神话的开机法部会上 然后当时就觉得其实蛮生分的 因为我是一个金牛座很 好